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三期桌游嘉宾说节目 我们都知道桌游非常好玩 但是如果我跟你说,桌游可以跟教育结合 你会不会觉得特别神奇呢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很多的桌游厂商在制作跟教育相关的桌游 甚至很多的教育产品,不光提供产品本身还提供课程 把课程成为桌游产品之上的东西 今天这位嘉宾来自宝岛台湾 已经从事了多年跟桌游教育相关的工作 我们欢迎Rachel陈婉宇老师 Hello大家好,我是Rachel陈婉宇 开心在这边跟大家碰面 欢迎Rachel老师 Rachel老师我想问一下现在的身份是什么 我这几年其实做桌游教育 我今年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亚洲游戏化创新教育协会的理事长 对 因为很多观众不熟悉Rachel老师 我想先问一下Rachel老师是怎么最开始接触的 其实我一开始是做培训跟教育训练的 然后我们那时候因为要上台上课跟演讲 然后就觉得普通的上课很无聊 就是一个噼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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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噼然后大家就很无聊 然后我就在想以为什么新的方式可以让上课很有趣 然后大家互动性很高 可以边玩啊边有学习 所以是这个原因我开始接触到桌游了 所以我跟一般呢 我其实不是一个玩家的身份 我一直都是一个旁观者 来观察桌游行业跟桌游领域带着一个教育性能力地来接触桌游 那最后怎么就做上现在说跟朱友和教育相关的这份工作呢 就是其实为什么会开始做这份工作 我的本职还是做教育训练跟公司内部企业培训的 然后那时候老板就给我一个任务就是说要把这套东西交给小朋友 OK我觉得哇这个挑战性很高 第一个是我宏观经济学总体经济学考经济学考90几分 不代表我能交给别人 对那教大人可能他们还知道通过膨胀是什么 萧条啊紧急衰退啊会汇率 可是这样的东西要交给小孩子他眼睛大大的瞪着你 可能全然都觉得这是什么啊 对结果那时候就接触到我的桌面游戏有一款金龙这样的游戏 你的一个知识可以透过玩游戏的方式来传达 桌游好像挺有趣的 那我有没有机会把它变成一个新的教育训练或培训的方式 因为那时候上课还是比较年轻嘛 你要有跟别人有差 那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 那时候大概2010年左右 大概八九年前 嗯对 那其实八年前我们知道很多就是从桌游这个 就仅仅是桌游这个概念 很多人就刚刚知道上桌沙或者什么的 呃您反倒在那个时候已经进入到了桌游这个很细分的教育领域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很神奇的一个问题 就是呃桌游跟教育这种联系啊为什么是什么魅力让您去什么 就是在开始之前其实我对桌游还是有点担心的不确定 我就想桌游可以玩 可是桌游到教育可以吗 可是我在那半年的时间 我在阿开办了超过30场的活动 就是主题性的桌游 可能是金融主题的桌游 然后代替其次人玩 然后可能是我大学同学的 那就是派对联邻式的游戏 代替大家玩 透过不同的游戏 他们是不是能用说请吧 第二个是认识自己嘛 第二个是认识伙伴 第三个是他们想做的是不是会透过情景模拟 游戏对我来讲是一个情境模拟的方式来实行 所以就是那半年下来我觉得 大家给我反过就是 这个桌游有意思 第二个是没想到玩桌游 我更了解他 更理解说我们在玩那个 因为有一场印象很深 就是我带了好几个人 一起想合作开新公司的人 一起玩我就帮他选了一些 宝宇珍巴和那种沟通谈判类型的游戏 玩完那一场游戏 那个总负责人大阪就跟我说 他很开心我组织这个活动 因为他说他看清楚哪些人是会做事的 哪些人是很会讲大话 可是在决策的时候游以固定 就是因为他们这样给我的反覆 就觉得游戏真的能展现人生 所以这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以上的所有东西之后 然后决定重演是吗 当然不是啊 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就是 其实我那时候就决定要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还是有点不确定 因为那个时候猪游是设计来玩的 不是设计来学或来教东西的 那我那时候知道有德国艾森展 每年十月 十月期艾森 德国艾森全世界最大的猪游展户 我就想我如果要进这个行 可能要去艾森看看他的产业啊 规模 对 桌游展户 总共我进来的时候发现 桌游展户就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的这个行业规模 所以我那时候就 一二年的时候就去了德国艾森 就去看这个行业是怎么样 第二个是我在思考 如果桌游那么好 一定有人也想把桌游 画家印象发展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去那边看看 那时候可能对这边很行 可是德国已经有几十年的 历史更超过了 我刚才说八十年代开始 八十年代 你就有人 对 所以我就想要进去 其实真正决定做这件事 是从德国艾森回来之后 那个时候是 一二年 也就是说 从一零年认知到一二年 从一两年的考察期 一零年一一年 其实那时候就开始学试资课 就是开始上课 然后开始去学校教课 就是要验证市场 还是要看市场性 第二是能不能收到费用吗 对对对 要活着 要活着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有去学校教课 然后教课都还蛮好的 然后企业商业的培训也都有在做 桌游跟教育 可能大家第一个讲成人教育 所以我觉得我想一个儿童 在年最开始的时候 也去跟仇人地方培训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成人培训你的 所以我们本来是桌游跟财商 跟理财 跟投资 结合 就是在三天的课里面 将你投资的工具 基金 股票 债券 对吗 然后要提你的风格属性 然后知道 什么讯息来 假设说 习大家说现在要打房 你的资产要怎么样做 其实我们最早是这样做的 可是同时我们也在做 回碰桌游教育 因为我们玩中学这个概念 其实小孩都听过 这样子也比较认同 所以我们其实是双主线在做 因为那时候讲这个的时候太新了 大家第一个不知道桌游是什么 然后说我以前第一次上课的时候 要先介绍桌游是什么 桌游的历史和背景 对其实因为在国内很多 所谓这种做培训的 他们会用那种所谓 沙漢 对 这样他们接入桌游 他们确实就会觉得 这是一个完全新鲜的概念 对 我跟你讲 大概13年14年 第一次去腾讯的时候 我腾讯那么有桌游 我就觉得桌游好像很熟 然后他们就 HR他们就邀请我过去帮他们上一门课 然后我就 我就告诉他们 桌游的历史啊 背景啊 然后还有不同的游戏机制跟类别 他们就觉得打开了一个 世界 对 打开了一个世界跟新的 他说原来还有这么多 所以后续其实我那段时间 常常就是带了三个月 就去北京腾讯 帮他们的一些研发团队的人 上桌游课 介绍他们游戏 接着是拆解游戏的架梧 然后带领他们玩 这块其实我很好奇就是 然后就是把一款游戏 拆解到他们的需求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花火这个游戏 知道吗 花火游戏我非常非常的爱 花火那个游戏 我们就用在团队沟通上 花火那个游戏 可是一个不能都充长 团队都充长 对 就是一般所有的游戏 都是我们自己要看牌嘛 对不对 可是那个游戏是你看不到牌 对 而且他不能说话 你得透过对方的行为 有几个标准 第一个是告诉他颜色 第二个是告诉他数字 然后你要推敲出来 你自己手牌上是什么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在建构 一个沟通的模式 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模式 你怎么样在团队组织当中 构建一个沟通的模式 就是他的逻辑是不一样 你是先选好你的教学目的 跟教学宗旨 就像我教理财 我可能选一二三桌游 加到沟通可能选花火 然后谈判策略经营 其实卡丹岛 那时候在硅谷的时候 大概一一二年左右 硅谷就是Facebook的创办人 他是要求他们高管 每个礼拜留下来玩那个游戏 所以其实桌游跟教育 很多人可能因为都是用玩的心态出发 所以没有想到他 只想要怎么玩 而没考到他的目的心态 没错 可是我们是从教育目的出发 一开始就会设定好这个目的 然后去找合适的游戏 所以这时候就是 为什么会说桌游跟教育的原因 然后也会回到说 其实是真的去爱生奶 看到了整个市场 就是有不同的游戏 然后每年有几百到几千样的新的产品出来 我就在思考了 如果要以这个当教育核心 他有源源不同的产品 对我来讲是一件 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不同的游戏 就可以产生不同的教育目的 不同的游戏 就可以有不同的教育目的 也会有不同的主题系列 来做 然后第二个是 其实我那时候就开始关心 原创作有设计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的游戏 都是设计来玩的 可是我们教育有一定的目的跟主题 所以我其实常常跟设计师沟通 我们有哪些目的哪些主题 是不是有类似的游戏 可以帮我们做设计 其实这三年在台湾 原创作有设计 跟教育类型的设计 突费猛进的成长 小学啊中学啊或许小老师 大部分都知道桌游 英文啊数学啊 我们都去用桌游的方式来帮他们上课 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讨论的下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您来自宝岛台湾 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但是做桌游从业人员都会知道 在台湾的桌游市场 其实远远好于是大陆市场 那台湾的桌游市场 现在跟大陆市场 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觉得起步点有点不一样 对起步点不一样 是因为你看8到10年前 我们开始就有一批这样的老师出来了 第二个是桌游的产品也比较多元 那我觉得在大陆这边 是落后了大概5年的时间 可是因为大陆的人口基数比较多 第二个是因为我大概14年左右 就来这边讲桌游教育了 其实在4年前 我就开始跟他们灌输这样的概念 所以那时候那一部区 有一些儿童桌游或教育类型桌游 其实他们心里就有那个因子了 只是那时候市场还用被打开 对就是第一次打开是就是三国沙 带了很多人进桌 但是三国沙进入到中国市场 的中国代是说就是桌游更像一个聚会 对 它更像一个游戏 而不是说产生很多大的教育 没错 可是如果没有三国沙 跟近三年的狼人沙 其实桌游可能还不是被大家了解 所以他们是帮大家打开桌游的一个门 所以我觉得是大陆这边落后3到5年的时间 可是因为市场的基数比较稳定 所以我们觉得下一波 各种桌游或做市值的需求会很大 我们最早期也是从十年前开始 那现在能骗地开的话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就是台湾桌游店比较多 对 因为台湾密集就比较小嘛 所以每一区就像公园一样 就是这一区一定要有一个公园 这一区一定要有一个桌游店 可是在这边的话就是桌游店 普及率比较低 或者是三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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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本 而且很多桌游店还是以像我们之前说的 去会为目的 对 所以我觉得桌游的普及率相对低 可是很好 现在有类似这样的节目 让更多人知道有不同 类型的 甚至桌游的细分 桌游的细分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 这边是在成长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 才决定在这边拍 实施班 所以桌游实施培训班 因为市场掉起来了 你要有第一线的同业人员 桌游店的定家 不可能能讲出教育目的 学校就会打枪嘛 对 对 我有老师说 你有教室资格 你有什么背景 可以代表桌游泳 对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边等市场 等了四年的时间 才决定做这样 因为其实四年前 他们就说 Rachel 你能不能有经验 其实可以赶快过来这边上 我说第一个是市场还没有好 第二个是 其实家长跟普及率还没有增加 数字教育 大家还不理解 其实包括我们现在淘宝店 看到很多儿童桌游 或者说妻子桌游 的销量 其实远远多于 核心玩家的产品数量 这个我们这种数据是可以看的 对 对 没错 所以我们觉得这时候 需要有类似这样的老师 跟这样的带领者 把他们就是 有目的地交 有目的地地玩 因为家长知道这个好 那到底要怎么交 怎么玩 对 然后怎么样互动 对 所以我们 其实就是我们的下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其实很难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 首先你需要作为一个从业者 先要了解跟桌游相关的内容 对 而且你还要具有培训 具有跟孩子沟通的能力 以及这种传播方式 我觉得Richard老师非常有经验 那作为现在最开始先期的培养的 一些具有师资的这些老师们 这一步可以告诉观众是怎么走过来 我觉得可能跟很多人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我本来就是教育背景出身的人 所以我用桌游 桌游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媒介 有的人用电影上课 有的人用绘本上课 有的人用小说上课 可是我的媒介是桌游 可是一般人就是玩桌游 那我们就是用桌游的方式去上课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因为 我其实以前就有代想的是上课的经验了 所以我们知道怎么样跟孩子建立 就是你对大人讲很容易嘛 那规则13456听不听得懂 听不懂那没关系玩 但是对小孩子你可能就要施展一些互动 就是说好 我们大家现在要开始 我们进入一个魔法情境跟魔法世界 对 所以就会用故事情景的方式 让孩子去代入 那其实我觉得跟孩子互动 就是更真实 你知道为什么更真实 因为好不好玩 代入好不好 他们会问老师这个不好玩 大人还是有点不好意思说 教的不好 或体验不好 但是小孩子是非常直接的 好玩就好玩 不好玩就不好玩 所以我觉得 这样大人 没有比教小孩难 教小孩难度是 真的是 非常高的 但是其实我这边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出现在我们之前的一次粉丝沟通上 在一个粉丝群里面 然后他们说了一些这样的话 就是我认为桌游 现在的 或者说他们认真的桌游 是跟电子游戏没有区别的 除非哪一天 中国的大陆教育这边 可以有桌游的加分 高考加分 如果在没有这一天之前 他都认为桌游跟电子游戏没有区别 好 这个我可以用我最近从香港回来来 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这次去香港 他们就跟我说 Rachel你趕快来放上 我说你们为什么要上课 他说因为太多人玩iPad跟电子游戏 成名 然后他们就说 跟家长沟通的一个方式 就是把玩游戏这件事 移到桌面游戏来 为什么玩到桌面游戏来 因为桌面游戏会跟人互动 第二个是他不会那么伤眼睛 因为近视率太高了 所以其实很多人会排斥 所以你刚刚说就是 虽然都是游戏 可是我觉得 因为有一块会拉出来 如果变成教育类型的游戏 其实去年的时候 腾讯都有些教育类型游戏 电子游戏或教育类型桌游 其实在北京大学 已经有这样就是幼儿园 跟低年级的小学生 他们要有一个游戏式的学习 游戏化学习 那游戏化学习 当然不能给他们玩电子游戏 所以桌面游戏就是他们 最好选择 其实我非常好奇一件事 就是有没有 就是在学校 现在出高中或者包括小学 在内的教职工老师 来临队员上课的 有啊其实我先讲 我们自己试试吧 有的是数学老师 数学老师他第一次跟我们说 诶请问一下我们上课是什么时间 我跟他说是一到五的周间时间 他说不行啊 跟校长省批 我就想说跟校长省批 是为什么要跟校长省批就来 他说因为我是学校的数学老师 所以他上次用 在上课的时候 他就举他的例子 我举给他 那就是用几率 两颗骰子 怎么叫几率 一部变成三节课 在学校里面 自私教育教 所以他其实一直都在用桌游 在做教育 对我觉得其实应该 不用跟他们说 我们是在玩 刚好说我们今天上的是几率课 只是我们那一节课 不是纸本 而是两颗骰子 可以一盘游戏 家长就会放心了 他要的是结果嘛 其实很多人是换不了 他会觉得还是看着现在 对 这其实也是学校之前 会问我们说 是你们上课很安静的 不会让他们黏在椅子上 不要站起来 好像互动的 还得手回后 长鼻齿的那种 很开心 对 我觉得这就是这几年 我突然在突破跟成长 因为现在其实是横向的 我去年接触到很多 创新领域的专家 他们来上桌游课 因为现在是PBL 有项目式学习 跨领域的学科学习 所以他们觉得 桌游是一个很好的能源 因为他可能学历史 可能学数学 可能学策略 逻辑思维的能力 他是一个中文能力的养成 因为现在教育也在讲特色教育 还有就是考上考的好的教材 好的学校的时候 分数是一个 可是分数以外 也没有其他能力 分数可能是第一个门槛 你可以进去 可是你还有什么才艺啊 特殊技能啊 比赛啊 奥数啊 其实有一个数学 有一个桌游 他其实跟奥数有很直接的关系 叫达文系密码 他其实在日本就是奥数体系相关的 一系列的考题 所以其实桌游跟数学的解药警域 都其实是很难 只是可能这件事大家还是被局限在三果山 对啊 因为达文系密码 我觉得很多周花会推入门籍的游戏 或推这个游戏 对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达文系密码 其实背后是日本的设计 而且他们是就是数学相关协会 认可的一门有课程 就在一系列的课程 在学校里面推动 那我们之前已经说了这么多东西了 其实我觉得现在观众看到的 也会觉得说 Richael老师已经说了这么多 但是感觉还是有点空空的飘飘的感觉 还是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有没有说推荐的书籍 或者是网站 让他们能真正的看到就是桌游教育化呀 包括桌游教育相关的那些信息 我推荐三个书给大家好了 一个就是 这是美国的游戏改变世界的作者 他出了另外一本书叫《游戏改变人生》 他又非常说 人生遇到问题要挫折的时候 怎么用游戏化的思维 来解决问题 还有电子游戏 他里面 他其实是一个博士 然后他是用教育心理学的方式 跟研究的方式 研究游戏 所以有很多美国的数据跟数值 游戏真的能给别人提供一些 正向的积极的态度 或者是愉快的心情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 比较年轻的人可以尝试看这本书 《游戏改变人生》 《游戏改变人生》 它的第一本书叫《游戏改变世界》 两本都可以 再来另外一本 《中国教育技术游戏协》 它就直接讲得很明白 叫《游戏什么》 《女教育》 《女教育》 所以这个是很适合老师跟家长看 你会知道说 它的游戏背后的理念 跟精神 然后又怎么样用 脑神经科学的方式 来设计游戏的下半科学 所以这本会比较理论性一点 比较理论的一本书 比较理论的一本书 我们这几年 就是从事《猪游教育》的不同的应用 有小学的应用 中学的应用 还有英文的应用 数学的应用 或幼儿教育的应用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有兴趣 其实可以看看这本书 这本书有很多案例 接地气的案例跟实践 我看的是很多不同的从业人员 不同面向人群的人写出来 12个人 对 那我想我们那时候会决定出这个呢 其实有个关键就是 大家知道《游戏化教育》 就是要《猪游教育》 可是实际用 我们还是要得到现场看 或参与过一次 所以我们后来决定 大家一起集合写的这本书 就是你想看哪个类型 而且每一个老师的方法 你都可以看得到 他有一些教育理念 所以这个也推荐大家 可以来看 这本书 其实我们准备到时候 在节目之后 我们准备做一个抽奖 就在我们周游君之宿这个账号 一个B站动态 基本上看完这期节目之后 我们也会发这个动态 抽取一个人 或者让Richard老师曾经参与的 这本教育新鲜学 对 而且这个是 不太容易买到的 只有在这里 不是要把我们的机会 不太容易买到的一本书 所以我推荐这几个书给大家 可能对《猪游教育》 会有一些出户的概念跟想法 第二是我们自己有公众号 对 可是我们大部分 会以四支课程为主 偶尔会写一些相发性的文章 就可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然后持续看到 《远岸3D》 有一些不同的内容和素材 还有其实我想提关注文的是 有没有机会上您的课程 每三个月就会上 所以你如果三月在北京 五月在上海 然后七八月会在深圳 然后年底又会在上海 所以一定有四次机会 你们欢迎大家来上海到我们玩 你可以在北京见 到时候会有这些公告什么的 是吧 在《猪游号》里面会有 我们都有 《猪游号》是叫什么名字 叫iGate iGate 只要搜索iGate 那您觉得接下来 作为我们的教育的发展 教育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向呢 我觉得猪游教育的发展 应该在亚洲出国做得很好 我今年一月在香港 就有演讲的时候 就有一个法国人 邀请我说 Rachel王 你的猪游教育做得很好 而且你又是专门培训 猪游师承的老师 明年有没有机会去法国 告诉我们猪游教育在亚洲 是怎么样做 跟行程 然后其实我去年 已经去了德国 今年德国可能还会再邀请我们 不是去艾斯 而是创新教育的论坛 告诉他们说 游戏怎么样 通过桌游的方式 当成一个载体来应用 所以我觉得桌游教育 这件事 未来3.5年 它会是一个很好的南海市场 我能理解为 就是国外这些做教育的 也想进入到中国 或者亚洲市场的一个表现 其实今年有哈巴 也今年在德国总部 成立的专门的 德国幼儿桌游的课程 体系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你看德国 哈巴这间那么大型的公司 都已经投入这件事了 所以我觉得桌游教育 是一个成长 如果你自己是桌游 想要转型 这可能是一个好的方向 可是你可能要抛弃一件 旧的概念 转型成教育类型的游戏 可能派老师啊 或相关的人啊 第二个是 就是很多父母 其实很焦虑自己的孩子 到底要学什么 要上什么课 那其实桌游的课 可以做亲子互动的一个课 第三个是 就是 不论国外或国内 很多桌游厂商 今年预计 我预测 会有40款的儿童中立游戏 会在中国上市 对就是 或大或小股一定 可能会超过40款 那上市之后 总不能有意思的话 一定要有人进学校教 进家长教 进机构教 所以我觉得 儿童中的市场 在这边的发展非常的好 今年在香港 其实三月份 有四个不同类型的市值班 都已经开设起来 那不用很讲 台湾台湾是每个月都有 所以我觉得 整个桌游教育市场 是呈现往前走的状态 可是有些人可能 还不知道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 台湾的趋势已经走出来 我们其实 在两岸三地 或亚洲区 香港人之间 都已经串联起来 其实这道路可以 你如果觉得 适应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在身后 做一个转型 在浪场上 你总不能浪起来了 你来进去嘛 你要找一点点 投入 那给我们想往这方面 投入的 或者想参与到 猪肉教育 其中的观众 说点什么 我觉得就是 如果你有一个爱我的心 跟第二个是 你喜欢持续的 不断的学习 然后可以跟 永远保持一个同心 或者永远保持 这么年轻的状态的话 我觉得其实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怎么样从桌游的本业 转换成桌游的 一个教育成业者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还蛮好的 因为教育是一个 长期的路 而且教育其实 它的投入支援 可能不一定像 开个桌游店 或一个硬体设备 这么多 可是它可以从 一个班一个班 慢慢开始延伸 那你最大的成就感就是 他们还会回来 长大还会回来 告诉你说 桌游时代太好玩 我对这件事 印象好深 好 非常感谢 Rachel老师 参与我们这次的 桌游嘉宾说 希望你们看到 本期节目的时候 能够对桌游教育 深入的认知 以上就是我们第三期 桌游嘉宾说 非常感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